Hello,大家好,我是阿渡 现在是2月12号的中午12点45左右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B2B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目前B2B呢,是仍然是在下坡了42,000这一线的一个地点了以后 仍然是在一个张力当中 张力当中,然后我希望的,原先希望的是能够回踩这一代吧 也就是42,700这个位置 然后能够测机去进场一个空单 然后目前来说仍然是在这个附近吧 附近的一个整体当中 如果说,个人觉得哈 如果说大家比较激进的话 目前这个点位仍然可以直接进场一个空单 然后直送的话 我们就设在这个42,700的上方一点点 设在43,300这个位置 这一代 然后往下呢,我们继续去看那个到4万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来说,我们盈亏比应该是会 目前来说,看盈亏比有多大 到43,500的到目标 盈亏比仍然是界定了有1.85倍的一个盈亏比 所以大家如果说可以小仓位的先进一部分 如果说他反弹到上方这个42,700的时候 我们再进一步去加仓 这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 比特币的一个分析 然后以探访的话 以探访的话,我们前来说是 走的 等一下,把这些多余的这些没用的删一删 一探访的话,目前来说是 下跌的幅度会比比特币大一点 目前也是在一个回财整理和回调反弹整理当中 比特币这个呢,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 还是进一步的拉回 这个 压力位 也就是3000附近 然后去 做 进入这个空单 然后目标点位呢,应该是2800这个附近 一旦往这个呢,就暂时不建议大家去 直接在目前这个点位去介入这个 空单 这个的话,直送 可能会比较大 不太好设 这个不太建议大家 如果说在这一线 已经介入空单的 大家仍然现在目前来说可以直接 仍然在持有当中就行 然后 说一说波卡,波卡是昨天 晚上那个视频呢,也是 跟大家发出了 波卡是形成了一个投空间 顶的一个结构 然后 想的是去 回踩 回踩这个 极限这个位置 也就是 21美金左右呢 去介入一个空单 可能是没有回踩到那 我会 回踩到21的这个位置 只是 在 这个15分钟有一个 整理形态 整理形态完了 15分钟的一个整理形态 然后下破这个下跪了以后 是直接来了一步 目前来说我们就继续 等待 看看 看后区 有没有合适的一个机会 再接 然后 还有一个 AVS AVS 的话 昨天也是提醒大家在 他已经到达了四小时这个 蓝色的一个向前趋势线的一个附近 提示大家在 四小时附近这个位置呢 去 则机去介入空单 目前来说是 已经有一波 已经有一波 下跌 目前仍然也是在 反弹当中 反弹当中的话 这个的话 如果说大家激进的话 目前这个点位 那可以直接介入一笔空单 然后直送 的话我们设在 呃 这个位置 直送的话设在88的位置 在这 直送我们设在 88块钱这个位置 目标点位呢 我们仍然是想看到 呃 这个 其实线附近 也就是 七十 七十 四左右吧 七十四左右吧 嗯 然后仍然是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 币安币的一个 币安币的话 目前来说也是跌破了一个 顶部的一个 新 底部 然后现在的话 正是 基本是在这个 嗯 下方一点一点的位置在 做整理 目前的话 这个位置 大家也是可以 个人认为也是可以 直接去介入一笔空单 完了 这个位置 介入一笔空单 直送 设在 四百 四百亿就行 这个 仅限的一个 上方一点 只能设在四百亿 目标点位的话 我们先看到 先看到 看到哪呢 测一下 目标点位呢 我们第一 在 三百八左右吧 起码在三八左右 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去 BnB这一波可以直接去开一个空单 以上就是今天中午的一个分享